上个月土耳其做了件大事 根据强权总统埃尔多安的指示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著名景点 圣索菲亚大教堂被重新改建为清真寺 这一举动在西方引起了轩然大波 欧洲列国纷纷强烈反对 但土耳其却置若罔文 简直己见 一个教堂改建为什么会引发国际风波 这其实跟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特殊地位有关 这个教堂建于公元537年 是东罗马帝国鼎盛时期 查史丁尼大帝在位期间的最大形象工程 自建成起就是东罗马 东正教乃至基督教文明的重要象征 在西方世界和东正教都有着 极高的政治和宗教地位 当然这些都是老皇帝了 1453年 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咔嚓 随时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 圣索菲亚大教堂也被改成了 阿雅索菲亚清真寺 这当然是东正教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奇迟大数 不过到了20世纪 这份500年前丢的脸又被搬回来一部分 一战后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解体 现代土耳其建国 开始奉行托亚诸欧国策 当时的土耳其国父凯木尔下令 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成博物馆 不再作为伊斯兰宗教场所 这算是通过这种办法照顾了欧洲的情绪 表明了土耳其积极西化的决心 而现在被改成博物馆圣索菲亚大教堂 又被重新改回清真寺 这里面的意味 当然不仅仅是个建筑用途变更这么简单 埃斯丹是通过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举动 再次向博米乃至世界 表明土耳其国策改变 重新回归伊斯兰世界的决心 关于土耳其为什么会从 托亚入欧逆转重回伊斯兰 在欧洲方面 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 使得土耳其治愈欧洲的利用价值大减 而托亚入欧百年后 土耳其从西化中得到的好处一致极限 同时欧洲近年来深受木银难民和移民冲击 这其中土印移民贡献不少 导致整个欧洲社会危机日益加重 这种背景下 欧洲对土耳其的排斥和敌意也日渐增加 而就土耳其方面而言 俄罗斯的没落也意味着土耳其北方压力大减 他再也不用担心俄罗斯把红旗插到伊斯坦布尔衝托 所以无需再依赖西方的庇护 而西方对自己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日益排斥 以及欧洲本身的衰落 也意味着土耳其再继续入欧 难度太大 所得却不多 相反随着伊朗 伊拉克 埃及 叙利亚等中东伊斯兰大国的衰落 这块地缘保地出现全力中空 这种情况下 与其继续跪舔西方 还落不着好处 都不如积极伊斯兰化 带着中兴伊斯兰的旗号重返中东 开疆拓土 拓展地缘影响力 这就是土耳其重新伊斯兰化的大致原因 当然这些都是土耳其自己的事 与咱们无关 咱们中国人真正关心的是 土耳其的这种国策转变 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而对于这个问题 可以肯定地说 土耳其的伊斯兰化 以及战略东向 对中国来说 绝对是有大大好处的 首先 土耳其的这种战略转向 与美国的利益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大家都知道 中东霸权对美国极端重要 但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优势 之所以能够维持 除了本身实力外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为中东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 无法整合为一体 所以不得不受限于美 与其被各个击破 现在土耳其作为中东伊斯兰世界中 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 其强势重返中东 一旦成功 那么势必对美国中东霸权 产生巨大威胁 所以我们看到 随着爱尔多安的伊斯兰化 美国跟土耳其 这对北约盟友的关系是越来越坏 甚至几年前 美国还策坏了一起军事政变 企图将爱尔多安推翻下台 这种美土关系的恶化 对中国来说当然是好事 美国现在摆明了 要把战略中心转向中国 所以其他地方能收缩 都会尽量收缩 而爱尔多安的趁势而起 不仅让美国少了一个盟友 多了一个敌人 更重要的是 在中东方向极大的牵制了美国的力量 让他无法如愿抽身 而且土耳其与西方交恶 势必遭受强力制裁 这种情况下 其必然要寻找新的战略伙伴 所以中土关系 尤其是中土经济合作 就会出现一个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对中国同样很重要 美国正在全球绞杀中国 基础大背景下 中国的海外发展空间 势必受到一定挤压 土耳其虽然不是什么一流国家 但好歹也是中东 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的区域大国 又恶首伊斯坦布尔 这一亚欧大陆地缘中枢 战略区位无比重要 中土关系的接近 无论是对于中国巩固海外市场本身 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发展 乃至于人民币国际化都有着较大的好处的 当然会有些朋友担心 中土如果走近 会不会从长远看 影响到新疆的稳定 毕竟过去土耳其 没少在新疆问题上给中国添堵 甚至土耳其长期以来 就是东都的一个重要后台和靠山 也是大量东都分子聚集在海外的基地 有这样的掠迹在前 不得不担心土耳其会趁机搞渗透 买隐患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 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分 现在这个国际形势下的中土关系发展 不仅不会对新疆的领土完全构成安全 恰恰反而有利于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 在讨论这个问题上 我们要搞清楚的是 为什么以前土耳其要支持东突 表面上看 土耳其此举是为了重建所谓的突厥帝国 但其实这个都是扯的 现在的土耳其 窝居伊斯坦布尔和小亚西亚半岛异域 连中东的奥斯曼故土都还远远没搞定 更别说中亚 以及更远些的东亚西域部分 就算土耳其真的有重建所谓突厥帝国的想法 这个最多也就是个远景战略规划 而且就算真能实现 少说也要几百年 为了几百年后没影的事 天天在现实中跟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级大国闹不痛快 这不是脑子有病又是什么 所以所谓的领土诉求 其实并不是土耳其这种折腾的真正原因 首先一点是银河西方 西方一直想搞乱中国 所以对分裂新疆十分热衷 土耳其在脱亚入欧国策下为了讨西方欢心加入欧盟 自然也要奉承上议 借助自己的所谓有利身份 在新疆问题上读出把力 此外土耳其这么做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就是借这种做法增强所谓突厥族系的族群认同 并巩固自己在所谓突厥族系中的宗主地位和影响力 其实严格来说 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突厥族系的存在 最多只有一个语言学上的突厥语族 而土耳其本身的所谓突厥血统且不说真在南边 就算是真有 这个上千年千亿杂交下来也早就稀释的差不多了 不过搞政治嘛 利益才是关键 真相从来就并不重要 通过所谓突厥族系这个概念的朝热 维持自己与中西亚乃至部分东亚地区族群的联系纽带 曾经他们对自己的认同 进而从中攫取影响力和战略利益 而对东都的支持 也就是在土耳其基于所谓突厥认同下的利益考量 而进行了一种政治操作 这内外两点共同构成了土耳其支持东突的利益基础 但现在这两点其实都不存在了 土耳其已经放弃了托亚如欧 甚至跟西方渐行渐远 所以他不仅没有理由再去通过古噪东突讨好西方 不然越来越需要借中国之力 来对冲西方制裁带来的压力和负面影响 其次随着土耳其的伊斯兰话 所谓突厥认同也成了明日黄花 无以为继 土耳其宣扬所谓的突厥族系 有一个非常大的bug 就是会明显强化与伊朗以及阿拉伯民众的隔阂和对立 毕竟历史上突厥 波斯阿拉三大种族在中东斗得一死我活 奥斯曼土耳其建立后 故事直接把阿拉伯人压制了几百年 并跟萨三波斯缠斗日久 三大种族之间可以说是仇身四海 土耳其强调突厥族群认为 虽然确实能在东亚甚至东亚西域产生些许效果 但这种强化加重其与中东阿拉伯伊朗民众的民族矛盾 这对土耳其的重返中东是极为不利的 而艾苏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所以近年来他大力推动伊斯兰化 强化伊斯兰认同 就是想用共同的宗教认同来压制民族认同 减少土耳其重返中东过程中面临的民族阻碍 既然土耳其已经改弦一辙 突出宗教而淡化族系 那东突这种以族群为根基的组织 自然也就在土耳其失去了立身之机 再加上土耳其现在被西方高度压制 急需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过而他更不可能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动什么歪心思 所以我们看到 艾苏丹近几年来在新疆问题上的立场明显改变 虽然没有彻底铲除境内东都分子 但基本上 这伙人的处境已经十分边缘化了 总而言之 土耳其的伊斯兰化对中国应该是力源大于弊的 它不仅削弱了美西盟友的力量 牵制了美军 也让中国获得了一个新的海湾市场和战略突破口 而中国西域的分裂势力 少了一个重要的靠山和意识形态基地 而这么搞下去 如果有一天艾苏丹正能在中东混中的气候 那美国的中东霸权也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那时候就算美国再不情不愿 也必须再次砸下重金 这意味着 其对东亚的力量投入 势必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艾苏丹加油吧 历史性的战略机遇就在眼前 为了奥斯曼帝国的荣光重现 轻易在中东这块薄地上折腾的更欢一些